2017年在美国上市的在顶医药 是第一间回流香港大意上市的生物科技股 管理层接受专访时刻说 产品在内地销程里想 有信心收入继续上升 专注肿瘤、抗感染和自体免疫疾病等疗法的在顶医药 大部分产品都是引入授权而来 透过第三方授权和再授权随得专利 再向监管部门申请商业化 在顶的16种产品和候选药当中 由2至3种药物获准在内地和香港销售 支持今年上半年的收入 按年大增超过4倍 但扣除研发成本之后 半年仍然涉近1亿3千万美元 管理曾接受专访的时候重申 不预测何时扭规 但就说产品在内地销程里想 我认为大量和未遇到的需要是 是一个高度的驾驭 同样的产品在中国的产品 它在开发期期间 但它非常好 我们期待这些动力继续 到这个年代、到下年代和其他人 曹基哲不回应再顶回流香港 是否为了从美国市场除牌铺路 他认为香港市场对生物科技的认识不及美国 但有信心市场会被公司合理的估值 是香港的知识在科技科上发展吗 答案是是 发展很快 所以虽然它不是纳斯达克或美国 认为面称达克额 作为联值保证人之一的高盛 旗下研究部在在鼎来港上市之后发表报告 说公司选择产品的能力强 看好在鼎又潜力成为内地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 给予买入的投资评级 目标价体大约705块 无线电视记者李保持未导